根据统计,昨天的沪深两市净流出200.58亿元,规模环比大幅下降,创业板净流出6.2亿元,大部分行业板块遭到农林沐浴板块逆势大幅吸金。 电子传媒和飞银板块也是实现了资金净流入,分析人士指出净流出规模环比下降,以及尾盘净流入反映出部分资金,借助调整强反弹。 存量博弈重点仍然在创业板,压力支撑并存格局之下,预计后市震荡格局和结构性行情将会延续,资金将延续快速进出高抛低吸的有机战策略。